而这个镜头带来看 新闻局长杨永明还记得吗 日前因为官设电费两个月两万块 被在野党立委批评浪费 虽然事后发现是因为锅炉电热设备太老旧耗电庞大 但是现在杨永明还是决定要搬离信义官设了 今天上午他自己当起了搬家工人 打包全家大小的行李 搬到清田街附近的老旧公寓 穿着听说满头大汗 新闻局长杨永明一大早忙进忙出 把自家物品全都打包成一箱一箱 准备搬离信义官邸 前一晚才刚参加完广播金钟奖 没睡几小时就忙着搬家一点一倍 自己亲手打包还找来了 搬家公司四名壮汉一起帮忙 杨永明因为七八月费的电费高达了两万元 引发绿营批评是浪费公帑 后来发现是锅炉等老旧设施造成 决定要搬家 从四十平大的电梯大楼 要搬到邻近的永康街 差不多三十平一个月三万元 水电也要自己付 还要趴楼梯 搬来没多久很多东西还没拆 其实我拆得到很多 因为重新整理付 杨永明在集合新闻局局长之后 才刚从台大教授的宿舍搬来 没想到却因为水电费问题坚持要搬走 就是不让自己有任何话题 再被拿来做文章 主题新闻 陆耀东市上一台北采访报道